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达20人 而且在密闭的空间待留的时间很长 差个的时候也没有戴口罩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危机 那我们必须提升层级扩大处理 所以今天早上我已经紧急召开会议 只是第一个我们要成立朝阳大学疫情前进指挥所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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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